新东协新商机 新南向新希望 看今天新东协节目 带您前进新新市场 探究东南亚国家的经贸现况 有未来发展 我是主持人耶斯密 今天节目我们带您关心 2023年第一季的全球半导体产业 来到景气循环低谷 多数的晶片价格也开始出现松动 然后上下的一个趋势 光是在中国近两年 我们可以看到倒闭近万家半导体企业 其他国家部分 从龙头公司的一些财报来看 晶片业陷入了库存过多的困境 何时可以谷底反弹呢 另外来关心台积电首都拿下的 日本企业大厂本田的订单 业界也预估将在台积电的 日本熊本新厂来进行生产 这对台积电所代表的意义为何 还要关心中国半导体 在美中的禁令下受挫 东南亚国家未来地位 将会变得更重要吗 未来主要角色为何 今天节目很荣幸为您邀请到 一流专家前外资分析师 藤旭投资公司投资长陈振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前面大家好 DGTIS研究中心总编辑 物理影响总编辑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您好 中心院科技政策评估中心副主任 戴智远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来看到科技的大厂 英特尔和南韩三星电子接连公布的财报 受到PC需求大减影响 先来看到这个英特尔第一季的营收表现 下滑幅度高达36% 现在是来到117亿美元 创下英特尔其实史上最大的一次的季度亏损 三星的部分也是关键指标 受到记忆体的晶片价格下跌 我们先来看到它这个需求也是放缓 第一季的营收损失34.1亿美元 那么获利更是一口气暴跌95% 创14年最差 那么它的获利主力过去都是这个晶片的部门亏损 更是超过换算新台币千亿 好再来看到大环境下 这个大环境面 2020到2022年的这个全球半导体市场表现强劲 但是如今开始看到景气反转 先来看到中国两年内倒闭的加速高达了上万家 那我们也看到美国财经媒体专栏作家高灿明 这位他特别撰写指出 目前几家龙头公司财报来看 晶片业已经陷入了所谓库存过多的一个困境 那么其中来看到像是德州仪器的库存金额的部分 现在已经超过了1020亿元 库存天数高达超过6个月 是10年来最不景气的状况 晶片业何时会这个触底反弹 今天专家来解答 另外我们来看到在当前半导体景气低迷之际 来看到是日本的汽车大厂本田Honda 近期宣布要稳定他的车用晶片 所以将和晶片代工龙头台积电 在车用的晶片采购上面合作 他是预估2025年开始可以在本田这边的车款 就会采用台积电的晶片 那这也是其实是台积电首度拿下的这个本田的订单 业界开始预估了将为台积电在日本的熊本新厂进行生产 初期就可以提升他的产能利用率 根据了解呢 其他的这个国家 包括了像是欧洲 美国 日本的一线车厂 现在也都找上台积电 要来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那我们看到其他台湾厂商像是联电力机电 现在也都在洽谈这个合作 好 另一方面来看到新兴市场国家东南亚的部分了 看准美国晶片禁令对中国冲击 希望能借此来扩大 今年呢 积极向外资半导体招商 希望瓜分来自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市占率 先来看到越南彭博社的最新报道 他目前呢 越南连续7个月 占美国出口晶片比率已经超过10% 成为亚洲第三大对美国出口晶片国家 仅次于马来西亚和台湾 好刚刚特别讲到的是越南主要 经营在封测跟组装的部分 现在比较备受看好的一些东南亚国家 特别强调 像是有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在半导体方面 那么新加坡的部分比较多元 从IC设计制造到半导体封测都有 现在目前在当地已经有超过300家的半导体公司 全球这个半导体设备市占 目前达到将近两成 马来西亚也比较受到关注 主要是在封测的部分 全球晶片封测占比目前是约13%到15% 那么其他还有菲律宾跟泰国的部分 好我们来回到今天的一个主题 这一次我们提到了Q1的部分半导体景气 包括英特尔跟三星都有一个很糟糕的成绩 接下来半导体的景气何时可能会落底 何时可能会复苏呢 吴总编辑 是你这个问题从两家主要的公司 一个是Intel 一个是Samsung 那两家公司的相同跟相亿支出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相同就是他们做的晶片产品 都是通用型的产品 可以供应 不是一家公司 供应给一整个产业 所以要回答你刚刚的问题 半导体的景气寒冬何时落底 就要看他们所卖给的客户的产业本身 什么时候库存消化完毕 就要到那个产业里面去找原因 但是我看到这样的消息 我的感觉就是半导的产业 真的是一个资本非常非常密集的 当你需求减少到某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因为它的成本非常高 它的损失就会变成这么大 另外那个相亿的部分 这两家公司有不同的地方 韩国其实很受到政治的影响 还有它过去的策略 它希望在中国跟美国两个市场都能够讨好 可是现在中国跟美国两个国家 它其实又有一些摩擦跟冲突 所以它想要两面都要讨好的这种情况 就可能两边都会受到都挨巴掌 就很困难 那英特尔咱们有这个问题 英特尔就是美国公司 它就以美国或者全世界卖这个CPU 可是英特尔的问题是 它本身想要进入这个代工这个部分 要跟台积电竞争 这我觉得是有一点持续妄想 我有朋友在英特尔上班 它也负责进到代工这个部分 它工作了半年 还没见到负责代工这个主管 终于有一天去开了一个会 坐飞机跑去搭聚的开会 才知道原来没有这个职务 所以说这个部分是很困难 因为英特尔过去 它的制造部门只要服务一个它自己的客户 可是台积电不一样 台积电章东说我们跟500个人一起跳舞 对不对 比方说它有500个客户都能配合 所以他们是服务业 英特尔过去没有这个服务的概念 所以这两家公司差别在这里 所以他们要回到你的问题 整个景气的寒冬落地 要看它所服务的产业 那些产业的落地的时候 什么会发生 所以要进入产业去了解 是讲到产业 我们就请这个投资长继续来帮我们补充 你现在目前来观察 哪一些产业可能状况已经比较好了 哪一些可能还在复苏的阶段当中 OK 那首先我们就先从股价看好了 其实英特尔讲完之后 其实它当天是大涨的 那所以比如说 虽然它讲说PC今年是一个衰退的行业 但是其实它另外一个明确的指引是说 已经差不多落底了 那可能接下来业绩会慢慢有一些复苏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如果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看 其实目前来讲 几个行业算是复苏比较明显的 第一个其实是电视 电视其实在去年下半年 就已经开始慢慢有一个 很烂但是慢慢落底 回温的一个迹象 所以今年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世界险境 它第二季展望它成长17% 台季电视衰退快10% 两个差异很大 那然后另外像连勇 第二季的展望也是相对比较强的 其他人都还在躺在地上 所以电视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 它最早修正 然后最快复苏 那第二个刚刚提到就是PC 那当然里面也包括像VGA卡 VGA卡里面去年有一个 很大的需求叫做挖矿 因为挖矿不见之后 这个行业就崩盘了 那但是他们库存也修得很快 所以在去年下半年 你可以看到下游的客户 技嘉 微星 华硕 他们的库存数字其实跌了很多 所以这个市场的库存修正 也差不多结束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一些订单回文的迹象 那PC也是一样 HPDO在去年的第一第二季 就发现苗头不对了 开始砍单 一路砍到最近 其实他们没有再继续下锈了 反而开始在回文 所以这是从中断的销售 我们看到刚刚讲TV PC 其实做得还不错 那当然今年另外一个市场的亮点就是AI 那AI来讲最近不只是没有修正 还在持续加单 而且还看起来 可能会一路碰到明年 类似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但是当然有些行业也不好 比如说有一个行业 我们一直觉得它库存可能修了 差不多要回文的 但一直没发生就是手机 那手机现在看起来 大家说不换机就不换机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手机市场 去年的这个时候 他们这个上海封城卖得很烂 结果现在没有封城 卖得比那时候还烂 所以就大家说不换就不换 所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这个行业有一点 它这个就是需求不振 那其他的一些行业 就是一些供应链的长短的问题 就他们反应比较慢 所以比如像网通 它其实2021年来不及反应 它那时候缺货涨价 大家都缺它的货 所以它没有机会堆库存 但他们反而最近库存终于堆上来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未来几个quarter 网通的晶片需求会变得比较弱一些 那另外像汽车 也是像之前大家一直缺货 那一直缺货 所以就导致大家会double booking 超额下单 然后再加上因为刚刚提到的 IC占整个车子的成本很低 所以他就觉得我多下一些无所谓 签个长月也无所谓 最近发现好像终于有点过多了 那开始要做一个修正 所以接下来的半年 我们看到像汽车啦 工业用啦 或是网通啦 那这些部分会是比较弱的 那手机是需求不振的 但是其他地方我们看到 已经有一些回温的迹象 大概是这样子 整体整理起来 投资长刚刚帮我们特别强调了 一些表现比较好的部分 像在电视 已经可以看到有复苏的部分了 那还有中端的消费 包括了在AI的话 一直到明年都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那比较弱的部分 刚刚也特别提到 网通手机跟汽车 好我们提到汽车 我们继续来看到是这个 刚刚特别提到 这个日本汽车大厂 现在找上台积电来合作 说2025年开始会采用 台积电的晶片 对台积电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有没有一些优势 跟一些威胁 或者是挑战 大老师 传统上来说 测用的那个晶片 其实它制程不用特别的陷进 所以在过去几年来讲的话 其实缺料的是 品牌上面的这些零组件供应商 所以现在基本上品牌商 出来捍卫一下 就说能不能增加 这个供应的晶片量给我 不过过去的汽车晶片 其实都是IDM的公司在生产 所以像Infiling 像德意这些人在做 那其实很少像这种 Fabulous的model 然后用这种 晶圆代工的方式出货出去 不过在未来来看的话 其实在汽车界有两个重大的趋势 它大概会让车上的晶片 数量会增加 而且它所需要的自成往前走 第一个就是在电动化 电动化里面 其实它对于这种高功率 然后需要耗大电压的 这些晶片的需求 它会增加上来 这个它需要去确保一些产能 第二个其实是在自驾这一块 电动车大概是目前的进行式 可是自驾应该是未来5年到10年 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自驾车的晶片 跟现在的晶片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第一个 它大概都会用很先进的自成 所以我们看之前的Mobile Eye里面 它的不管是它的第5代 还是第4代的晶片 其实它都是跟XT合作 然后它的自成相对比较先进 那未来在车子上面 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像光达 然后像超音波 甚至像视觉这些感测器 其实它用的自成的先进程度 都会比较高 所以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它确实也需要找一个 能够做先进自成的partner 来谈一下合作 那第二个我们会看到是 在车用晶片这一块的话 有一些Fabless的公司开始出来 所以像Mobile Eye是一个 很典型的做法 因为晶片它就委外给 欧洲厂去做生产 那日本同样也有 类似的厂商在做这样的系统 跟软体的一个发展 所以总结来看的话 其实这一次由车厂出面来跟代工厂去谈 其实主要目的还是要去确保说 它在整个供应的体系上面 未来不会因为一颗晶片 然后让它几百万的车子 没有办法做出货的现象出来 是 现在看到的是这个优势的部分 现在先自驾兴起 所以这个先进制程的需求增加 对于车厂来说 可能会有哪些挑战 等一下群代老师继续补充 我现在请问乌总编辑怎么看 有关于这一次本田找向台积电合作 其实其他台湾的半导体大厂 现在也在跟车厂谈一些相关的合作 其实我呼应代老师刚刚讲到 其实代老师讲的 也是我刚刚破题讲的 就是我们在观察晶片产业的时候 其实要看它去满足了 客户的那个产业的需求 这个汽车缺晶片的事情 就像刚刚代老师讲的 你少一个晶片可能一块美元几块美元 可以一辆车可能几万美元 所以它就出不了货 那我们过去我碰过两个朋友 去买那个双逼的车子 哇 什么都很棒 结果发觉后车厂盖没有自动 一个是电动椅没有自动 因为少了一个晶片 那可是这个情况是真的发生 那真的发生也让那些车厂 真的很痛苦 所以就真的那些国家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2020年下半年 2021年上半年 那些国家很多部长跑到台湾来 对 经济部长或者相关的官员来 那找到我们的部长 希望他帮忙 那就找了台积电 当时台积电也很委屈 说我们一年做汽车晶片 不过4% 这样我们的比例 其实非常少 对不对 那而且呢 我们在年初就警告过你们 你们现在车单 因为他们判断错误 以为疫情会让买车的需求减少 结果没想到他们判断错误 到年底想再回来 跟台积电要那个 百分之四的小小的产能 就做不出来 他们自己的车厂 像刚刚大夫讲的 有些高端的晶片 他们自己做不出来 我的观察 欧洲那几家厂商 有点顾步自封 永远只要买车 顾得好我这一亩三分地 我这些车厂 45奈米能做 90奈米能做就算了 一到高端 那高端就给台积电做就好 但是刚刚大夫讲的 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 电动车 对 电动车只是电动车 那用的晶片也许不那么高端 但是自驾车用到的晶片 甚至有AI的部分要在里面 那个自驾车 你将来是手不动了 你的手不用了 脚也不用了 眼睛也不用了 你坐摄像吹脚就可以了 那谁要帮你做这些事 车子里面的那些晶片 你就会想一下 每个晶片就是一个小精灵 躲在车子里面帮你做各种事 你在车上只要睡觉就好了 车还可以自动开到目的地 这个时候这些晶片 就绝对不是45奈米90奈米 就能够满足的 但是这些欧洲的车厂 现在看到这个需求 要赶快加强 对不起来不及了 所以还是要找台积电 而且不能够just in time 以前说要货 赶快来现在不行 所以最好跟你签好这个合约 长约 保证什么T1T2的供应商 全部跳过 我直接跟台积电下单 这个整个背景理由就是这样子 谢谢吴老师 不只是台积电受惠 从事长我怎么看 其他台湾厂商的部分 也可能在车用的部分 因此受惠 会接下来成为一个趋势吗 车用的部分 其实我们把IC分三块 第一个是Power 那刚刚讲电动车 其实跟这个影响最大 那这一块其实相对来说 大部分都是IDM自己做 那Infinian就是全世界 这个最大的厂 那当然这一块 现在的趋势是往第三代半导体走 说实在这一块 台湾的竞争优势相对低一点 因为反而是中国这边 起来比较快 因为它没有要先进制程 它只是在材料上做了一些突破 那他们的确也做一些出来 所以看起来不是原本的 Wolfsby,Infinian,ST 可能就是这些中国厂商 这是Power的这一块 第二块这个Sensor是比较 就基本上就是各种各样的Sensor 包括LIDAR或者是LADAR 那或者是一些CAMERA Sensor 那这里面的话 也的确是比较是各个IDM在垄断的 像Sony的CAMERA Sensor 跟OnSemi的CAMERA Sensor 做得很好 那然后LADAR的部分 一样是Infinian,ST 那台湾厂商这边 性能琢磨的相对也不多 那其实目前我们看的都是第三块 就是所谓的CPU或NCU这一块 那CPU刚刚刚提到 也就是跟自驾这一块 相关性就非常高 因为基本上你在自驾的时候 你的processing的处理能力要很强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 就比较没有传统厂商的 都是新厂商 那当然目前市场的第一名 一定是特斯拉 它自己开晶片 那然后就是整个 它叫什么FSD 就是什么self driving的 这样的一个晶片 那现在开到第三代 准备要出第四代 那特斯拉是Leader 另外的话两家目前是厂商的Leader 一个是NVIDIA 另外一个就是高通 那看起来它在未来几年 它从这些双B等等的一些大厂 拿到不少的市占率 那当然提到高通 大家就会想到联发科 所以你说台湾的厂商在这边 会不会有机会 其实目前看起来在 刚刚讲CPU和NCU这一块 相对来说我们是比较会有机会 因为这边刚刚提到 都是新厂商 那当然目前初期会有一些 因为车子的design cycle很长 其实现在到2027年的model 大概都确定了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类似NVIDIA CORCON会掌握大部分的市场 那当然联发科最近也宣布 它要重新跳进这个市场来做 那它初期的目标一定是 总有一些车厂是 CORCON跟NVIDIA服务不到的 那他们就有机会 从这些二线的品牌 也许先开始做 那再来从2028之后 看会不会再跟以前一样 挑战一线车厂的这些位置 所以我们觉得目前 如果要分析台湾厂商的角度的话 可能这一块的机会会大一点 是我们持续来看到面板的下一张 现在刚刚我们也提到的 这个中美科技战项下面 受冲击的是中国的半导体厂 那么来看到这一则新闻 是说前台积电的研发大将 也就是现任中国的 中芯国际执行长梁孟松 船主已经协助中芯来 迈向7奈米制程 那7奈米的部分 带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台积电跟三星 大约是2018年开始量产 那去年开始是量产3奈米 中芯能够顺利的量产7奈米 得花多少时间呢 另外来看到除了这个中国之外 现在趁势崛起的 这个东南亚国家半导体 未来在区域中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今天也会来做讨论 先来请教乌总编 你怎么看10年后 10年后啦 我们先来看 先不要看这么近 看整个10年来看 东南亚国家 未来在这个半导体区域的角色 有没有哪个国家特别值得提前 时间真的有点太长 我要知道10年后的事情 我就不来上节目了 那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呢 虽然东西有10个国家 可是真正在半导体这个产业 能够领先 很明显新加坡是已经 占有一席之地 而新加坡过去是因为 它曾经在整个策略上 做过调整 要不然它其实如果 当时如果它没有撤退 从这个产业撤退过 有一段时间 它现在又想重新回来的话 它其实应该在世界上 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那现在它当然 在东西来讲 它是最重要的角色 那它的旁边有马来西亚 在封测场已经具有 封测这个产业具有一席之地 那再往下找 越南其实我们还蛮关注的 再看其他国家 可能要再进来 像菲律宾等等 都不是太容易 因为那个半导体 这个产业实在太复杂 需要很多很多的周边 而且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也需要一些机缘巧合 我来举一个例子好了 刘敦英大家都认得 他当时是台积电 第一座12寸晶圆厂的厂长 他负责开发 他当时就跟他身边 因为我熟朋友老大哥说 我们一定会成功 因为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的 优秀的工程师 愿意投入这个行业 电机系的 这是第一志愿的 可是他们愿意进来行业 他们愿意变工程师 而不是要跑去做律师 做会计师 就做这种行业 对 所以我们有这样子 可是你换到现在 现在第一流的 就算理工科系的学生 他可能也不想穿着太空 通常进到无城市去 虽然现在无城市 已经大部分都自动化 可是这个时机巧合改变了 所以现在东南亚这些国家 他说好 现在我们再要进入 不是那么容易 那我的一个观察 好像前面也是张东某说的 是不是说 全世界各国都想发展半导体 我有个研究员 是专门研究中南美 他懂西班尔文 他都连巴西 什么治疑 都开始想说 我们也要做半导体 提出各种 大家都想做 对 那我的观察是什么 是政治家或者政客们 对半导体的产业 或对产业不熟 他们提出他们政治上的想象 因为他们这样子就可以做 减税 呼吁 你们台湾要不要来 不可能 半导体产业有它自己 它是一个生态系 它有它自己成长的 各种原因必然 巧合 然后才会成为这个形状 所以你现在据说 东南亚国家 这些国家 它想要怎么做 十年以后 它就能做成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看起来 回到你的问题 比较有可能国家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越南我们也观察 但都是某一个特定的sector 就特定的产业部分 不是整个产业 它都能做 好 我们回到这个面板的上一张 刚刚特别提到这个东南亚国家的半导体产业 刚刚乌总编辑帮我们特别强调几个国家 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等 可能比较备受看好 那我继续请这个戴老师补充 你怎么看 包括越南 近几个月 七个月说这个表现 出口表现很好 对于美国的这个出口 是第三大股 晶片 我想其实呼应一下 我老师刚才说吧 其实目前东协国家里面来看的话 大概比较能够成为一个发展核心的 应该在新加坡 那因为新加坡政府之前也投资过 Wafer的这些制造 只是说后来卖给MD 现在变成Global Foundry 那马来西亚事实上也有同样的情况在发生 所以这两个国家事实上 在半导体的发展上都很长 而且他们都想要有一个自主的企业出来 只是后来的发展上来看 都不如他们的预期 所以现在这些地方反而都是外商比较多 就是外国的这一些晶片厂跟制造厂 在这里面的投资项目比较大 那越南虽然说最近出口比例大于10 可是我们现在如果看资料来看 它大部分其实应该是在当地的一些封装测试完之后 然后出口到其他的地方去 所以这里面表示什么意思 我本身没有办法去做这个金源 而是我在越南利用它相对比较充沛的人力 比较便宜的这些资金 来做这些封装测试 那到最后打一个made in越南就出去到美国 所以在结构上来讲 它是属于比较没有价值活动的这一块 那更往上游去走 包含制造跟设计来看的话 其实这两个区块越南的厂商 目前来看也大概不太成气候 所以以IC设计来看 大概目前顶多就是20几家 接近30家的规模 而且这里有很多都不是我们熟悉的大型厂商 很多都来自于中国 中国的厂商跑来做一个IC设计 那也许设计完之后到其他地方做了一个制造 然后再回越南做一个测试之后就出去了 那反而是越南政府现在一直要求 Intel 三星这些人扩大在越南的投资 那这个部分其实也会卡到一些问题 就是当地的这些基础建设法令 它是不是能够支持这么大的投资案 尤其像三星最近的亏损 以及它要是韩国扩大规模 它有没有能力跑过来这边做这些投资 其实都是一个相对的变数出来 所以未来来讲的话 有可能东协其实比较会像是在台日韩 这样的一个半导体聚落里面 它比较像是卫星的角色 它可能去负担了某一些功能 比如说我某一些专业的活动 那因为你这边有相对的比较有势 我可以把它切过来这边 那至于主要的这些研发投资 可能都还是会在新加坡台湾日本韩国这些地方在做运作 好所以戴老师刚刚帮我们特别强调 这个东南亚未来可能还是以这个卫星的角色为主 那我们回来继续来关心中国好了 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这个7奈米的部分 他们现在也在努力 我们来请教投资长 我们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 来看一下这个未来7奈米的部分 他们大概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够进行 其实中芯他们的7奈米基本上已经算ready了 那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有一些国外的研究机构 去拆解了一个美国矿机的一个挖矿晶片 然后发现是用中芯的7奈米做 所以代表它可以量产 那当然这个晶片相对简单 然后功能不多 所以你可以说良率也许有一些问题 但是它是可以做的 那但是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其实这个事情是中芯没有在大肆宣扬 我技术有突破我应该宣传吗 它没有 它很低调 它什么都不讲 是美国人自己发现 其实你有做出来 那所以这件事情 被美国这个Tech Insight 这个研究机构揭发出来之后 就有了去年10月这个禁令 开始什么设备都不能给你 什么都不让你 因为它发现你突破了 所以它只好更进一步的 把所有相关的设备都禁掉 所以现在中芯的问题 不是技术做不出来 而是拿不到设备 那它真的要有突破 变成设备国产化 要能够自己做出相关的东西 要不然它就只能停在那里 所以照我们的了解 中芯其实现在大概 它的7奈米当时建制的 可能大概1万5千片 左右的产能吧 一个月 那它现在也就只有 这1万5千片左右的产能 也许多一点到2万片 但是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有人说今年底华为 也许会让取一个新的手机晶片 那用的可能就是 类似这样7奈米的一个制程 那的确有可能 可是产能就不多 就只有到这个水准为止 那我觉得下一步 大家在观察就是 中国设备什么时候能够国产化 因为你如果不能国产化 你现在这些突破 一点用处都没有 你就是只有这么一点点的东西 那以中国设备国产化的进度 目前我们的了解大概 他们现在是先试图把28做出来 那28奈米它经过 这个是从2018年开始 美国禁运等等 这些贸易战的过程 这几年下来 它大概做到非美国化 是没有问题的 28奈米 那基本上就是 我还要靠荷兰 靠日本 然后但是美国设备全部拿掉 大概它已经可以做到了 那当然我们知道 最近美国 尤其找日本人和荷兰 就说连这边也不让你有深入 所以它变成说 它不只是要去美国化 它现在变成要完全国产化 那当然这一段时间就会拉得更长 因为它过去几年 其实做到非美国化 已经算很厉害了 那当然下一步 它要做到完全国产化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 其中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光刻机 这个像EUV不要讲了 先做DUV 那DUV它是不是能够突破 我觉得五年内 它DUV有突破 都算是一个乐观目标 所以我们可以 就是先看看它28奈米 DUV这边国产化 是不是能够做成功 再来讨论它会不会做出7奈米 那这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 我可以补充一句话 就是这个大标题 中芯不可能量产7奈米 直接给了答案 其实主要是量产的问题 它其实是可以生产 但它不能量产 不能量产 意思是它的前提 影韩意思是它良率很低 所以做出来成本也很高 但它不是完全做不出来 大概这个意思 这一点很重要 是 谢谢吴总编辑的补充 好等一下下一节回来 我们来聊的是 台湾的半导体人才缺工严重 在去年时候创下了7年新高 那么我国的政府 要解决这样子的人才荒 经济部已经规划 这个所谓的半导体 东南亚揽财计划 好从海外真才 国内的部分也会来培训 两个面向来着手 专家怎么样看 那我们要怎么样解决 半导体缺工的这个问题呢 等一下下一节回来持续关心 好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近年来积极和欧美国家合作 但是现在还是有这个 所谓的人才荒 我们先来看到 经济部规划的这个半导体 东南亚的揽财计划 这个从海外跟国内 两方面都来着手 那么他们是说呢 今年3月要开始来锁定的是 去东南亚国家 新加坡马来西亚 刚刚我们特别聊了几个国家 那么南亚呢 还有7个国家 他们说要去引进 200位的高财生 好这项计划参与的企业 很多是知名大厂 像是台积电 联发科 瑞育 还有国内的这个 六家半导体学院的院校 对内也有人才 所谓的人才基地计划 要挖掘更多 中南部二线科技大学的 理工人才 好我们先来稍微看一下 目前这个 人才的部分 到底缺了哪些 缺工的部分 缺人才的部分 对不起 好北部来先看到 是缺最多的 现在职位达到两万四千多个 南部的部分 现在有六千多个 再来是中部的部分 四千多 好我们再来继续看到 是下一张教育部估计呢 受少子化的影响 近十年来 大专院校工程和资通讯的学生呢 已经减少了大概两成 到2030年预估我国将会出现 8.3万个资通讯人才的缺口 人力银行也预估了 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人力缺口 早在去年变创下七年新高 那专家刚刚提到了 像南向的缆财 白领 也有专家认为这是缓不济及 所以应该建议说 科技部是不是应该要建构 所谓的中高龄友善环境 让这些中高龄的人才可以回流 才是最佳途径吗 等一下我们来请专家解读一下 好先来看目前 这个我们的中上游 还有下游最需要哪一些人才 先从上游开始看起 需要的包括了数位IC设计工程师 软体工程师等等 那么来看到的是中游的部分 IC制造的部分 半导体工程师 一直到作业员包装员 半导体设备工程师都有 当然下游的封测的部分 也是可以看到是缺乏的这些 作业员包装员还有生产设备的工程师 好先请问屋总编辑怎么看 这个人才继续缺下去 最严重可能会有哪一些状况 我先要澄清一个概念 就是这里缺的是人力 人力名分成人才跟工 因为你刚刚这两个term 这两个名词都用到了 台湾讲五缺的时候 除了水电涂体之外说 缺人跟缺工 那人跟工怎么分呢 就如果是比较高级的 我们叫工程师 是硕士博士学 我们叫缺人 那如果低阶的 甚至到作业员的话 我们叫缺工 那现在问题是这两个都缺的 对 那我最近有到几个大专校去寻会 去访问那些学者专家 问他们 他们当然有各种计划 因为政府也提供各种经费 甚至连老委会都出钱 老委会都出钱 他都出钱 说帮忙做一些培训 当然他本来的目的是 为了减少这个失业率 就现在变成 把这笔钱都拿来训练 只要满16岁到30岁 没有念过书 现在没有在工作或念书的 国中以上毕业的 都有大学可以提供 每个月6000块给你训练 你来上学 我就给你每个月6000块 三个月以后 你就具有基本的 我们就可以帮你送到工厂去实习 当然这个是比较低阶的 换句话说 整个政府都在投入 想办法训练人才 包括你刚刚讲 从海外在吸引人才 所以这个是 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缺人 要人才这个大作战 是为了变成 会变成长期抗战 非常难的 不但要从东南亚找人 可是从东南亚找人 也有问题 东南亚找人 当然已经比较正确了 因为有的 我们国内有一家公司 是跑到东欧去找人 这是对的 因为东欧有些国家 数学非常好 然后训练 公正师很棒 就可以来 可是大家这边饮食不习惯 宗教什么等等都不习惯 东南还比较饮食 气候比较接近 所以这个方向可能正确 可是真的都不容易 但这是会一个 长期作战的方向 那台湾现在真的是变成 以前还有一个习惯 好像一级的大学 就去做工程师 做晶圆厂 对不对 封装厂就找二三级的 或者工业大学 技术大学 或者甚至高纸工专 现在上面都跑到下面来找人 那下面只要跑去 我还碰过一个学校 连饮食科系都被找去听 说你们要不来我们封装厂 所以就问各种小学生 学生说 我只有在餐饮科毕业 他说也可以 然后我去训练你 那老师在后面说 只要会呼吸的都要 如果老师跟我们开个玩笑说 连会呼吸的都要 就可以看到 到底有多缺人才 我来请教投资长 自己在业界看到这个状况 到底有多严重 就是我想缺人 这个大家都知道 也不用多提 那我想现在对台积电 他们来讲更麻烦的是 有时候我找了人进来 待不满一年 可能就走了 那或者是一两年 可能就走了 就是说这个年轻人的 turnover这种 异动率其实相对来讲 非常非常的高 那毕竟做晶圆厂 是一个很累的事情 你每天穿着无成衣 进去里面 一坐很久 就八个小时 十个小时这样做 我们都说 你就是一个新鲜的杆 他就十万千年十万杆 然后这个帮助台湾 创造半导体经济企迹 类似这样创造出来 那它是一个非常累的事情 但是现在其实 对很多年轻人来讲 它有很多替代性的收入 就是说我不要做得那么累 虽然薪水没那么高 但是比如说 我 even做Uber 我认真一点 做一天做十几个小时 我一个月有个 八万九万的一个收入 可能可以做得到 那当然就是 还有一些人就是说 我做网红 做拍YouTube 任何的一些想法都有 就他们有很多 其他的路可以走 那相对来说 不一定要走半导体 所以当他们尝试了一下 发现这个行业 非常的累之后 就是很多人都 你从此就没有了人生 然后看不到他 每天看不到白天等等的 那你要做到这个 埋头苦干不到多久之后 才有机会伸上去 才会轻松一点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就导致 他们的异动率会很高 那所以我们目前看到 其实目前在讲全世界 刚刚讲 世界各地都有发展半导体 但大家都有类似的状况 那所以结论 目前来说 其实未来几年 我们看到最有机会 做半导体 然后做得比较快的 其实是日本 因为就是 第一个他们 我们以台积电为例好了 台积电的薪水 他们在美国 他们发现 我的薪水到美国 跟矽谷比是中后端 所以我跟美国 找不到最一流的大学生 他们不愿意做这个东西 然后当然台湾人都不愿意做 美国人更不愿意做 所以他们找到的人的数值 相对是比较差 可能会比较 偏后面一点 但是台积电的薪水 到日本也是顶尖的 台积电薪水 在日本比Sony还高 Sony已经是日本 相对薪水最高的一个公司了 所以目前他们发现 就是如果我到日本 第一个我可以 有当地最高薪水 我可以找到最一流的学生 然后再来就是 当然日本人的工匠精神 本来就是一个很负责 然后刻苦耐劳的一个行业 日本的供应链又完整 那很多刚刚讲 半导体的材料 或者是设备的供应链 都在那个地方 所以其实我们 比如说这一波 当然景气不景 在一个修正的状态 大家在减少资本支出 但是下一波资本支出 上来的时候 如果大家在考虑就是 国内中国以外的地方 其实国内中国以外 现在大家重点是放在日本 比较不是放在东南亚 其实日本会是一个 相对大家愿意去投资的地方 那对台湾这边来讲就是 大家的优先身为 如果以台积电压 大家优先身为会在这里 但是就是如果 这边真的找不到人 他们只好往那个地方 去做一些发展 所以我们目前看到的是 比较偏这样的一个方法 是 投资长特也帮我们强调了 这个日本对台湾来说 也会是一个竞争 因为台积电的人才会更想要去日本 我们持续看到这个面板的上一张 刚刚提到这个东南亚揽财 是另外一个方法 呃 乌总编辑也帮我们特别提到 相对于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东欧 东南亚国家还是在文化上 我们比较适应 我继续请教戴主任 你怎么看 这个政府寄出了这个半导体的 这个人才去南向揽财 你怎么看 那另外这是对外 对内也有人建议说 是不是应该让我们那些中高龄的人才 也来投入在这个行业里面 你怎么看 我觉得方向上是对的 因为我们毕竟是 会处于一个缺人的状况 那不管是本地的供应 或者说未来在其他国际人才的争取上面 我们确实是需要这样的做法 但是我觉得现在在做这些事情的规划上面 应该可以更细致一点 因为其实半导体是一个相对很复杂 而且生态系很庞大的一个产业体系 那我们现在增财跟染财的状况 其实你会发现有些时候 可能我明明要的是很高级的人 但是当地能给的就是中地阶 然后甚至是作业人类 所以在这一些规划上来讲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做更细致的一些评估 然后更细致的一些做法去做 比如说我们跟这些顶尖大学合作 那到底是跟他的哪一些实验室合作 我们要的是他的IC设计的人 还是他是在做制造非常厉害的这些人才进来 因为每个大学其实他的强项都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其实在设计上 我觉得可以再考虑一下 那另外再补充一个问题就是说 虽然现在每个国家 在东南美国家都有他的数位计划在做 但是基本上他训练的人力 都是比较像application 就是去做数位经济应用 那至于半导体人力训练这一块 是相对比较弱的 那欧洲其实有做过一个研究 就是未来一直到 大概在2030左右 其实欧洲才是整个全世界半导体 高阶研发人才供应最多的人 他们可以毕业将近4万5千个人 然后第二大跟第三大分别就是 韩国 中国 美国 然后就台湾 那台湾其实我们的数量 大概跟韩国差不多 所以有一个思考点会变成是说 我们现在除了东南亚这个部分 去做蓝彩之外 其实眼光应该要放大一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怎么样让欧洲的人 让美国的人 甚至韩国人愿意来台湾去工作 而不是跑到原来这些地方里面去 然后去做他们这些事情 这个其实是可以考虑 所以现在的蓝彩计划 其实应该把规格放大一点 变成是一个全球蓝彩的架构来做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刚刚也提到 像这种中高龄投入职场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对照其他国家的 半导体发展经验来看 这也许不是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案 因为第一个问题是说 中高龄人才退休 有他退休的一些法规条件在 然后他在这些晶圆厂 甚至在这些半导体产业里面 其实他大概都已经做到一个 研发版的等级 所以现在这些人 有没有体力跟能力 能够去因应这些新的技术 然后再跟上 我觉得是可能有点question mark 因为实际上常会发现就是 老员工的学习能力 真的是比较不如新的员工 那当你要再做这些新技术的 training或概念的时候 其实某个程度上 他们反而会变成是 另外一个问题的来源 但是不可否认就是 他在某一些活动上 他有他的价值在 所以这个部分也许 我们应该去思考 是哪些活动可以让 中高龄的这一些人 回到职场重新再去用他的劳力 戴老师也特别强调 这个去欧洲 韩国都有很好的人才 但是要怎么样吸引他们过来 继续请教吴总编辑 台湾这个教育的环境 还有整个社会环境 对于外国人 其实不是那么friendly 不是那么友善 他说他上课有几个外国学生在 他就全部用英文 下课以后台湾学生就来跟他抱怨 说今天可别 不要全部讲英文 我们就听不懂了 所以这个学习的环境 然后外国学生 或者甚至是已经成熟的人 到台湾来上班 整个环境对他是不是适合 台北市的这个 不是今天台北市 就整个台湾的市容 对他们来讲 所以这些都要整体的配套 所以全球懒财是很棒的目标 但要达到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 不太容易 这个我呼应一下你这边 其实这个问题不单只是全球懒财 过去我们在发展 比如说高雄软体园区的计划的时候 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就我们希望在中北部的人 可以往南部来移动 除了你那个原来家里面 就在南部的这些返乡的工作者之外 我们也希望有一些高阶技能的人 能够过来 只有台湾本地移民就好 对 那问题是 就在那个环境下面 你就发现连南北移民的这种逻辑 在台湾社会都很难弄得动 就一方面要考虑 也许家庭太太小孩的就业教育的问题 那一方面就会考虑说那我是不是原来 在这边的职位倒到我们不值 或有些变迁 Velokation是很大的账 所以这个不单只是在全球揽财上面 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一下怎么做 就包含我们对于南北的这一种状况 我们的社会其实有些地方反而也都是一些主力 董事长有想要补充吗 一分半左右 我就科系的部分我刚补充一下好了 因为其实台湾过去二三十年发展电子产业 其实大家第一个直觉想到都是电机科系 所以电机资讯学院发展的非常蓬勃 但其实半导体这个本身 它其实不见得是做电机资讯 它其实很多的是化学化工材料 这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这方面说实在台湾的着重跟 特别去推广的并不多 所以像我自己是教大 那电机资讯一个科系 一年至少四五个班 化学就一个班 然后好像也很难说跟政府要求扩别等等 当政府现在在想着半导体我们缺人的时候 你这个科系基本上你都没有做扩别的动作 你一开始你的人毕业生就不足 所以就会这样的状况 那因为我是化学系毕业 特别帮化学系毕业 是谢谢 谢谢同志长的补充 好等一下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带大家关心 这个2022年东南亚的数位经济大爆发 交易额达到了2000亿美元 比原先预期的还要早三年达成 那么现在几个东南亚国家 数位经济发展的比较好的 有六个国家 这边总共有4.6亿的网路人口 经济的数位成长速度大约是东南亚国家 GDP成长了两倍 台商要进到当地做电商 有哪一些机会 等一下下一节回来持续关心 好这一节我们要带观众朋友关心的是 东南亚的数位经济大爆发 现在是预估到2030年 数位经济的规模可以到1兆美元 那其实去年的时候 2022年东南亚数位经济的 这个交易额已经达到了2000亿美元的金额 是提前三年来达成 先来看到这个中国的短影音平台 抖音国际版TTAG近期 也是他算在全球很多国都平平受挫 但是今年他来开始冲刺东南亚的跨境电商 他旗下有电商数位的服务平台 来看到这个是 迪达狗近日也宣布完成换算新台币 是上亿元的初始天使轮的融资 那么其实从2021年2月开始 TTAG就已经开始探索电商 那么上线的TTAG SHOP 先后在英国还有印尼上线 然后逐步的扩张到泰国越南 等等的国家 好另外一方面来看到谷歌 还有淡马锡啊 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 2022年这个东南亚数位经济报告 刚刚特别提到交易额非常的高 达到2000亿美元提前达成 当中看好的几个国家 我们也在地图上面可以看到 总共是有6个 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那这边呢 其实刚刚提到网路人口数4.6亿 而且这个达到GDP成长比它快两倍 数位经济的成长规模 先来看看这个 怎么看东南亚国家 未来在电商 还有这个数位经济的发展 吴总编辑 是东南亚 我们讲东南亚 其实它差不多450万平方公里 人口6.5亿 它不是一个完整 虽然我们常常把当成一个区域市场 那其实每个国家差别非常大 这是第一 那另外就是电商要进入这个区域 有没有推力 有没有拉力 推力就是说 我进去它是不是欢迎我 那因为这个东南亚区域的国家 还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希望在中美这些大国的竞争当中保持中立 所以它不会像美国说 影响我的国家安全 所以TikTok你不能来 它没有太大的推力 所以进去 在这个推力是没有的 可是也有拉力 就我们刚刚讲这个市场很大 可是它各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那个要进去电商 它一定会特别挑选 哪些国家 哪些甚至一个国家很大的时候 它哪些区域 像印尼那么大 它不可能到那种比较荒凉 什么沙劳越南岛上去发展 所以它其实是要非常非常这个区隔化的 那你提到刚刚这里面有一题 那个皮达狗完成的上亿元的初始的IPO 这个在意料之外 但也在情理之中 因为TikTok像这种 这种社交平台 它一旦有了那么多的 这个subscribers订阅户 使用者之后 它当然进一步就要发展 可以更赚钱 那我比较有意料之外 就是我一些朋友在东南 我们就常问他 才发觉说原来 这为上前我才特别去打听 才发觉原来当地的人 电视购物 网路购物 发展非常兴盛蓬勃 这有一点出过意料之外 因为可能我们最近去的太少了 所以就不晓得 他们其实进步的非常快 这是一个指数型的成长 那详细的那些数字 我没有进一步的资料 但看起来蓬勃发展 说不定会超过2030年 超过一兆美元也有可能 是 好 刚刚乌总编辑 也特别帮我们提到 这个东南亚国家 在数位经济上面 包括它的地缘政治上 相对的中立 所以大家可以比较放心的 去当地做投资 不用特别选边债 我们继续来请这个 戴老师帮我们补充 六个这个东南亚 数位经济备受看好的国家 你最好看好哪一个 现在有泰国 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新加坡跟印尼 其实如果从GDP成长来看的话 未来比较明显的 大概在越南 因为ADB的预估资料来看 它的GDP成长大概4.8 那新加坡大概是接近1.3 1.7这个水准所有了 所以你会发现 除了新加坡之外 这其他几个市场 其实发展都很快 那我觉得其实在 它的电商里面 大概分两块来讲 一个就是卖体验 像Titak这种东西 它其实就是卖一个社群 跟娱乐的体验 所以它分享的速度很快 那在这一个模式下面 会有很多的类似网红 或是带货的商人出来 所以我可以在东协的任何一个地方 进中国的货品 因为在东协加三的那个价格下面 我们的贸易成本相对比较低 那反而是东协内部的物流成本 需要去处理 所以利用体验式的方式去做电商 是大概目前 抖音在全世界都去推动的一个方式 所以很多人去做这个事情 那反过来台商比较熟悉的做法 反而是我们去建立一个平台 进到当地 然后我们希望去提供各类的电商服务 包含像零售 或是像餐饮的定位这一些 其实台湾的厂商都有人去做过 可是我们的问题是在于说 这些需要去落地 需要去跟人接触的服务 我们的事先准备可能都很不够 比如说在台湾 你可能会认为说排队定位是个常态 可是这个东西到了东南亚的其他地方去 也许就不是 他们不喜欢排队 那需要排队我就换一家就好了 所以像这种线上booking 这种定位服务可能在当地就 欢迎度可能没那么高 那我们的电商服务基本上 进到当地的时候 也有这些物流 然后配送的问题 所以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就是以目前来说 我们的厂商大部分都还是希望去走 像泰国 像新加坡这一种 可能跟台湾生活经验相对 比较能够对接的地方 那至于跟台湾比较不能对接的 那可能我们就没办法去处理它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在这一个区块里面 其实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市场 是在做回教市场 那在这个里面 台商曾经有讲过就是说 我们不太可能有一个台湾的平台 去做一个综合性的电商服务平台 大到像亚马逊一样 因为他们每个国家里面 其实都有一些这类的平台 在做这样的服务 我们反而可能比较 去做一些立即market的一个拓展 比如说台商曾经就回来讲过 他发现台湾做的这种化妆品面膜 在当地卖得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我们在这边 当地的生产据点 就可以拿到哈拉认证了 第二个因为这些国家 对于女性上街买东西 可能都有一些限制跟条件在 所以也不是那么方便 那透过电商跟手机 反而是一个可以突破的点 所以像这一种的话 其实在市场的细分跟设计上面 我们确实是比其他的这些人来的不足 那再加上像中国大陆这一种用户很大的这种base里面 它其实可以透过数据去分析很多行为 可是我们的厂商在这一块相对就不够 因为我们的样本数提高比较少 不过这个倒也不是一个不能解的问题 因为我们其实有个特性是一直没有被好好去利用 就是说台湾其实有很多外劳 然后这些外劳人数加一加大概70几万 然后再加上分配这些人可能也接近100 那这里面大概就主要像是印尼的外傭 泰国 然后我们还有越南菲律宾的这些人 其实我们在台湾自己就可以做一些小的市场测试 但是我们一直忽略这个族群在台湾的存在 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在台湾发展出一个 外籍移工或是外籍劳动朋友喜欢的电商服务的时候 接下来这个模式大概你进其他地方会比较高 而且这些能够到台湾来的还有一个特色是 它是属于中高学历的人 它并不是像在当地 就是说我很高学历我家里很富有的人会来 那很低学历基本上你也不会被挑中到台湾来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未来中产阶级的缩影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里把这些事情做得很好铺进去 我觉得那是可以处理的方式 那像是在中立在台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地方 其实都是这一些我们讲的外籍朋友 他们常聚集的区块 如果有机会去看一下像台中的第一广场 它里面其实很多都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